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允许这类Defact影片散播假讯息 其实仔细观察影片就可以发现 画面中的泽伦司机比例不对 眼睛假动的速度太缓慢 此外头部的摆动也不够自然 针对类似的假讯息不断攻击 正版泽伦司机也主动回应 他表示这项挑衅很幼稚 他反而建议俄军放下武器回家 因为乌克兰人正在保卫国家 取得胜利之前绝不放下任何武器 根据乌克兰查核组织史塔菲克的研究 过去这八年的时间 俄罗斯不停利用假讯息 创造出俄国版本的历史 例如乌克兰人都是纳粹以其右翼 以及俄罗斯并没有占领土地 乌克兰本来就是俄国的一部分等等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这场战争在做准备 该组织查核记者艾利娜指出 假讯息俨然成为战争的一种武器 他强调 政治宣传与假消息不只透过俄罗斯电视媒体传播 很多都是透过社群平台 例如Telegram与Viber 这些假讯息除了泽伦斯基Defact影片 也包括许多抹黑乌克兰士兵的影像 例如俄国士兵偷走乌克兰士兵的制服 然后装成是乌克兰士兵在挑衅 以及宣称乌克兰士兵在打劫商店与驻扎 乌克兰军方为此甚至发布影片 解释两国军方在装备上的差异 此外美国网络新闻媒体还发现 俄罗斯运用伪造的事实查核结果 来混淆俄语人士的认知 举例来说 以不利于俄国的素材搭配所谓的事实原貌 两者对照后再说 这是乌克兰官方伪造的文宣 而像这样的假事实查核 也是这次乌俄战争中所出现的 全新认知战手法 记者黄信亚整理报道